非常 不好意思 好忙喔 女明星就是這麼麻煩 出門東西很多 只要還要一直補妝 好可怕喔 女明星到底出門要帶多少東西呢 有沒有覺得這很像百寶袋 一直都可以拿出一個 什麼什麼什麼 一直抽不完 哈囉大家好 我是L12月號封面人物張君寧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最近出門必帶的 十樣小物 比人更多 首先呢 拿出一個已經太比包包還大的 這個是我的舞蹈老師送給我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最近在練芭蕾 所以 既然帶了芭蕾鞋出門 這個是必備的 因為腳會很痠痛 所以要帶著它 腳很痠痛之外 還要做什麼呢 就會拿出刮沙棒 刮沙棒刮的時候 一定必備要有 精油 有一罐兩罐 三罐四罐 再來還有 就是出門偽裝時候 必帶的帽子 第二個呢 就是身體會有一點點 辛苦的時候可能要的是 花椒茶 有的時候身體比較濕 它是一個會讓你身體熱燥 然後排濕的一個茶 是我的中醫師推薦我的 咖啡 因為我很怕喝到不好喝的咖啡 還有這個 出門有的時候 覺得有點累 就可以戴一下 睜一下眼睛 保養品 維他命 中藥 身體健康結束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還有什麼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 又是一個 明星會有很奇怪的東西 一定想不到 但我 絕對不迷信 所以請大家相信我 可能在包包裡帶了一些 這個是我上一個戲拍 Peter的戲的時候 裡面有什麼養小鬼幹嘛 有一些奇怪的 那個 所以就會找到教老師來幫我們 壓個平安符 那其實我們常常收到很多人的祝福 開戲的時候 會有一個平安符 出去的時候有一個平安符 到時候老師又有一個平安符 那一部戲又有一個平安符 中方的有 西方的也要有對吧 或者是就是 世界各地的 這個是安符送給我的 它就是可以加持 讓我可以趕緊找到男朋友 他說很有效 所以我就帶著了 我 絕對不迷信 所以請大家相信我 那我們介紹這個 口罩 因為現在出門一定要戴口罩 對不對 女明星終於有 女明星比較像樣的東西了 有時候我不喜歡化妝 所以就會 插一個 讓自己氣色好的唇膏 這個是我非常推薦的 便宜又好 又木瓜霜 它是非常天然的東西 然後它有鎮靜的效果 不要不相信 不相信 就去試試看 講得好熱 幫我壓一下 你們 真的好麻煩喔 不好意思 這個是很可愛的 是Vivian 李姊她送給我的 上面有我的名字 然後就是一個附身高 這個不要小看它 是大發介紹我的 是從北海道買回來的一個 鍋盒油 想要快拍戲快睡著 或者是採訪很累 很疲倦的時候 只要輕輕鬆 一次 就是我的對手演員 她拍戲她已經快睡著了 我就說 我幫你試用看看 結果 因為不小心 我噴嘴歪了一點 噴在她臉上 她就辣了一整天 然後她拍戲 那場戲演得可好 精神奕奕 眼神的發亮 所以有人跟我比圈圈了 因為我才介紹的這些 還沒介紹完 我的包包裡還有東西 好 現在一樣 女明星有環保的時候 這是我自製的環保塊 下面有一個凝 這是小賺題喔 那時候做了好幾百個 就是送給親朋好友 希望大家可以使用環保塊 我沒有送你 不代表你就不需要使用了 請自己去買 我們要愛地球好不好 蜜了沒有 煩了沒有 這時候讓我們來看看 穴道指引 有時候自己在外面頭痛 怎麼就知道按什麼穴道 快感冒的時候用吹風機吹哪裡 叫懷 骨頭上面三指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三陰膠 那那個穴道非常好 就是你按了之後精痛就會緩解 那首先你在這個地方 就是如果你腸胃不舒服 或者是頭痛 快感冒的時候 都可以按這邊 因為這裡其實上面 有一條肺筋走下來 一直到河骨穴 所以你快感冒的時候 你如果一直刮這一條 然後刮到河骨穴 一直按 你一直按 你一直按 也會緩解 這個課堂又講了一個小時 還有 還有 手機一支 最後一樣了 不用氣 你終於看到最後一樣了 好啦 就是一支很普通的墨鏡 就是戴起來 戴口罩戴起來 這帽子戴起來 別人就覺得你很有事 恭喜你終於看到了最後 結束了 以下呢 就是君寧的加一時間 這些你是我看到的東西 都不能買 你想要也不給你 如果想要的話 就打下面的專線 然後按加一好嗎 要快一點 欸什麼 五百個了 五百個了 剩下最後三個 OK 我們這個貨沒囉 好啦 下班囉 拜拜 加一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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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